剛剛要來關心在今天的天氣資訊了 氣象鼠勢已經解除了大雨特暴 代表外頭的降雨狀況是漸漸緩和下來 而從明天開始呢 這一波東北季風就會減弱了 到時候溫度明顯回升 水氣也會跟著減少 體感上應該會舒服許多 馬上要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還是要先過完今天呢 而在今天呢 是持續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其實北部 東北部還有東部地區 天氣狀況是比較涼冷的 而在中南部地區呢 早晚也是涼涼冷冷的 一定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而在今天呢 其實北部隨著風向 慢慢是轉為偏東風 西半側的天氣就會逐漸好轉 不過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地區還有大台北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雨的機會 所以建議出門的時候 記得要帶上雨具了 而其他地區則是一個 多雲道晴的天氣形態 趕快要來關心目前的室外溫度了 帶您來看到 目前北台灣呢 大概是16度左右 而另外在南台灣的部分 則是14度到16度之間 而另外花東地區可以看到 花蓮目前是17.5度 台東來到了18.4度 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呢 早晚都還是偏涼的 包括西半部還有東北部的低溫 有可能下探來到13度 但到了白天溫度會稍稍往上走 包括了北部還有東半部的高溫 大約是19到23度之間 而其他地區則是24到26度 所以還是要提醒中南部注意了 這日夜溫差大 早晚還是要做好保暖工作 而從明天開始 其實這一波東北季風就要減弱了 禮拜三到禮拜五白天 各地都會是明顯回溫的 預估高溫是有機會回到 25到28度之間 而且禮拜三 禮拜四 水氣是漸漸減少的 除了東半部 可能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區都是一個 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但也要提醒 到了週末是先有封面通過 緊接著北方冷空氣南下 到時候又會變成 濕冷的天氣形態了 而且這一波是有可能 一路冷到下個禮拜二 而最後的氣象小丁寧 最重要的還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幾天日夜溫差大 都有可能會超過10度以上 所以外出活動 真的要注意自己身上的穿著 適時來進行調整 以上資訊提供大家參考 行走在長玉溫泉飯店中 您時時可以與長玉的畫作卸購 殘味的 髮式的 簡約風 文青感 世界風格融洽搭配 三 également 上玉溫泉の 隔壁溫泉飯店 栤� listed 很心理